大家好,这里是六爹科技 今天给大家看一样的东西是 这么一个小东西 PayPal PayPal here 这个插口是耳机插口 这个PayPal我想小伙伴们应该不陌生吧 和我们的特斯拉总裁CEO还是有关系的 是埃隆·马斯克当初建立的这么一个支付系统 后来被eBay收购了 在Apple Pay Google Pay还没有出来之前呢 有很多的第三方的应用支付 目的都是为了方便人们的生活 PayPal呢就做的比较大 这个小部件的用处是怎么样的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个手机下载相应的App 然后把它插到这个耳机插孔里面 这有一个卡槽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假设这是一张信用卡 就通过刷取信用卡这么一个动作 你就可以给有手机和这个设备的人付钱了 这是比较方便的 比如说你在街边卖东西啊 或者是跳的市场有个摊位啊 很多人他可能没有带现金 或者现金不够 他带着信用卡 他就可以通过信用卡来支付给你 PayPal呢 中文叫贝宝 他会从每笔交易中 向这个收款人 抽取一定比例的手续费 这也是为了他生存的收入吧 但这个小东西现在已经PayPal不支持了 现在新的设备都是那种通过NFC啊 不需要接触的付款方式 所以这个产品现在也算是过时了 好 今天的六叠科技就到这里 不知道小伙伴们见过或者甚至于用过 这种东西没有 好 谢谢 请大家关注点赞转发